雄壯的李月響起 金色大門 徐徐打開 習近平和莫尼烈 勿入法庭 習近平主席夫人彭麗媛 柬埔寨國王嘻哈莫尼 隨行 全場嘉賓 習近平和莫尼烈 登上授勳台 軍樂團奏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習近平發表講話 習近平表示 莫尼烈太后是中简友好的重要見證者和推動者 1958年 莫尼烈太后首次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莱华 從此同中國人民抱有特殊感情 積極支持兩國各領域交往合作 為促進中简關係發展 增進兩國人民友益 做出了傑出貢獻 中简建交62年來 雙方始終相互支持 相互幫助 結下牢不可破的鐵杆友情 成為具有戰略意義的命運共同體 兩國關係 兩國關係經受各種考驗 堪稱國與國交往的典範 柬埔寨王室為此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方願同檢方一道 傳承和發揚由中國老一輩領導人和西哈努克人民友益第九天長 隨後 中共中央黨和國家功勳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楊潔篪 宣讀國家主席受勳令 習近平鄭重為莫尼烈配掛勳章 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軍樂團奏柬埔寨王國國歌 莫尼烈致達辭 習近平主席親自為我搬長期以來 中國堅定支持柬埔寨的正義視野 支持柬埔寨維護國家主權獨立 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柬埔寨人民將同兄弟的中國人民一道鞏固傳統友益 加強團結合作 推動柬埔寨關係不斷向前發展 祝願中國共產黨 出席授勳儀儀式的還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書記處書記 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人事代表參加 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 6日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柬埔寨國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烈 習近平強調 我們高度珍視同國王和太后陛下的深厚友誼 增進友情之旅 莫尼烈太后為推動中簡世代友好和各領域交流合作 做出了特殊重要貢獻 換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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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